再来看到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了 台湾渔船捕黑尾鱼现在竟然是被菲律宾的渔政船 野蛮开枪扫射攻击 这是一艘屏东县琉球级的渔船 它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在台飞经济重叠海域 遇到了菲律宾执行公务渔政船的开火 当时呢我们的船员红石城是重弹身亡 而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这外交部的官员已经来到了屏东小琉球这边慰问家属 家属是批骂政府说 官僚杀人 我爸爸被人家射杀 发生海上洁血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们的政府有什么作为 死了多少渔民的 谁有体谅到我们渔民子弟的心情 没有 我们要求昨天保七总队跟直升机 我爸爸被海盗那个就是军舰射伤的时候 请他们赶快派直升机出去 还要走流程要走多久 你们是不是要官僚杀人啊 还要看什么赔偿啊 我们小琉球渔民死了多少人啊 有赔偿到了吗 有吗 你们摸着你们自己的良心想想看 你们当官员的你们有体会到我们小渔民的心声吗 好 您刚听到的是死者的女人 她气愤难耐 她说呢 这个他们的当地的渔民很常受到这样的威胁 而外交部的官员也只能够在一旁被挨骂 随后则表示说呢 这外交部的部分已经表达抗议 未来将会协助家属求偿 而另外呢 其实他们也特别提到了 在台飞的海域作业呢 其实他们经常受到刁难 也因此呢 现在又传出了出海遇害身亡的消息 让渔民真的是既难过又愤怒